一只灰烈猴在喝水的时候被潜伏的鳄鱼咬住了胳膊 看样子怕是凶多吉少 灰烈猴看起来十分痛苦 正努力地挣扎 似乎还在寻找摆脱的方法 但不管灰烈猴怎么挣脱 鳄鱼都是紧紧咬住灰烈猴的胳膊 我们都知道鳄鱼已经有两亿多年的历史了 是迄今生存最原始动物之一 是当今世界最为冷酷无情的顶级捕猎者 发起狠来连同类都不放过 鳄鱼的战术非常简单有效 就是潜伏在河里 等待猎物喝水时 便迅速张开血盆大口扑向猎物 咬住猎物后拼命地拖进水里 把猎物窒息而死 所以鳄鱼一旦咬到猎物绝不松口 这时灰烈猴眼看就要被拖进水中 灰烈猴用右手撑了一下地面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胳膊 鲜血早已流满整个胳膊 灰烈猴扭动了一下肩膀 不断调整自己的姿势 想要更舒服一点 对于水下的鳄鱼又何尝不是呢 但是对于鳄鱼来说 盗嘴的猎物是不可能放弃的 双方僵持不下 终于灰烈猴开始挣扎 被发起抵抗 然而在强大的鳄鱼面前 一切抵抗都无效 反而让灰烈猴陷入更加艰难的处境 灰烈猴被鳄鱼拉入水中 身体的一大半都淹没到了水里 看起来再艰难逃 灰烈猴再次挪动位置 鳄鱼找准机会施展它的杀手锏死亡翻滚 准备将猴子撕碎 这时灰烈猴跳到了鳄鱼的头上 将鳄鱼压到水中 瞬间占据了主动 虽然胳膊还在鳄鱼的嘴里 但如此一来 鳄鱼便无法使用死亡翻滚 灰烈猴不但扭转了局势 还破解了鳄鱼的死亡翻滚 看完这段视频 不得不感叹这个残酷的动物世界 不光需要强大身躯 更需要睿智的智慧才能走得更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您在下方评论留言 我是老谭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您长按点赞推荐 或者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